Hello,大家好,我是Jun,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衔接是前几个月给大家做的眼影断舍离视频 今天也是要给大家断舍离一堆博力出来的 用过一两次就完全被我显置在一边的眼影盘 首先是Buxom家的眼影盘,我一共会给大家断舍离两款 第一款是它出的限量款,色号Hard Tuddy 和它的品牌和价位不太相符的就是它这个眼影盘是个纸质的包装,比较廉价 但是它这个包装的色泽和它整体眼影出来的效果非常一致 就是这种有一点点光泽又有点雾雾感觉的红红的妆效 里面有一个腮红色和四个眼影色 这个腮红色只要你下手够轻慢慢堆叠 我们亚洲女生还是可以hold住的 也有一点点光泽感,稍微修饰一下肤质 整体它的眼影质地 类似于我之前跟大家聊过的Covergirl家的眼影盘 就是那种粉偏慕斯质地的感觉 非常容易上色涂云,而且也比较持妆的一个质地 除了第三个颜色它本身带红之外 其他三个色号都带暖 所以整体出来的眼妆真的非常非常红 相机拍出来是有一种咀咀踪踪的感觉 但是看我本人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红的眼镜 不是我平时会喜欢的眼妆范围,我太喜欢它家的这一款质地了 所以今年年初它出了新的色号之后,我就马上又入手了 新色号Straight Up还是沿用了它之前的这种纸质包装 色号的话要偏自然细的一个粉色调 这款腮红颜色如果你是白皮的话,对你来说会有一些深 对于黄皮的这半边脸来说,融合的比较好 比较适合肤色偏深的女生 With a twist,比较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眼眶晕染色 Extra Dirty,是一个我平时用OK 但是光泽和色感没有特别让我惊艳的一个闪亮眼影 Chilled,是我这个盘里觉得最好看的一个大地色闪亮眼影 非常适合我们亚洲女生 对我这个单元来说也是能够嫌我眼睛比较亮,比较好看 比较温柔的一个色号 但我个人觉得你要是为了这个色号来买这一盘30几美金的眼影盘的话也不是很值得 因为很多眼影盘里面也有这个色号 Hit the tongue 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内眼角和眉下的打亮色 所以这个盘比起Hartelli来说调色更亲民更大众一些 但是如果让我推进眼影盘的话 比它优秀的眼影盘还有挺多 接下来是Morphe和Jeffrey Star合作的一款限量眼影盘 我还买过他们合作的化妆刷 典型的欧美才会做的这种超多颜色的彩色盘 镜子非常大 里面的颜色的跨度也很多 虽然对我们亚洲人来说可能有点难驾驭 但的确都是Jeffrey Star会喜欢用的颜色 所以这一盘我觉得它也是有用心做的 从手背试色看有很多类似或者相近的颜色 我会一个一个具体上演给大家做测评 首先是Ling 是我喜欢的比我本来眼皮上的颜色要浅一些的 清理打底色 接下来Back 是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樱花粉色的眼眶晕染色 如果你是喜欢做粉色系眼影的话 我觉得这个眼眶晕染色还挺好看的 接下来Two这个色号 从眼影盘来看是带一点点粉调的 但是上到我黄调二白的眼皮上 是浮白的一个色号 可能白皮能够更衬得出它的粉色调 接下来Self Made 这个桃粉色介于日本异季的眼妆和死亡霸鼻粉之间 Mine 这个淡粉色的眼眶晕染色和我黄调二白的皮肤 不是很融合 明显的有浮白的感觉 白皮会比较适合 Pink Fleet 是我不会用的死亡霸鼻粉的色号 Don't Know Her 是一个有死亡霸鼻粉底色的死亡霸鼻粉闪片色 也是在我的雷区范围 Welcome是一个适合白皮 黄皮就会有点浮白的内眼角和眉下打亮色 Mogo是一个涂不太匀的紫色 Channel是个对亚洲女生来说比较亲民的颜色 但是它上眼皮之后不是很好涂匀 Wound Noise是我平时可能会用的一个橘色闪片色 但是它的光泽感偏干 不是很水润 妆效不是我喜欢的 Bas Angeles Calabasas 都有点涂不太匀 而且也不是我平时会用的一些颜色 Wake and Bake和Nate 都是我平时不会用的很像史瑞克的色号 Drive Thru是一个我喜欢的油亮感的一个光泽色 但是它的底色是显脏的一种墨绿色 不是我平时喜欢的显亮的颜色 What's the tea 在盘子里看有点史黄色 在眼睛上是一个不太好涂匀的棕色眼眶晕染 Girl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大地色系的打亮色 是我平时会经常用的色号 但是它的质地又没有特别优秀 有一点点显干 Rose Wizard 在眼影盘里有一点发灰 但是上我黄掉二白的脸 是一个还挺融合的眼皮打亮色 Blend Rapid 黄绿翠绿的感觉 搭配好妆容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可以用的 Millions 作为这个盘里唯一一个大块颗粒的闪片色 它涂不太匀 而且这种颜色在卸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银白色的这一款油亮的眼影色 它的质地非常优秀 这么太空感 这么银白色的 画特殊妆的时候用 1985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亚洲女生 就是我喜欢的很显嫩的一个浅橘色的眼眶暈染色 很多人图都会很好看 很适合春夏 Honest Truth 单从眼影盘来看 它好像是有一点褪色的感觉 就是它的外框颜色比较深 但是中央的颜色比较浅 淡橘色的眼眶暈染色 比刚刚的1985要深一些 但是它不是那种显暗的深 适合黄皮 但是白皮用可能会觉得偏深的一个色号 Design & Label和之前给大家测评的Rose Wizard 非常的接近 是我们亚洲女生可以hold住的打亮色 Dog Mom 从盘子里看是一个橘色系的打亮色 但其实上演之后 它的橘色系不是很明显 还是属于比较白色光泽感的一个打亮色 Mr. Diva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橘色系的眼眶暈染色 这种橘色或者是大地色 都是比较适合我们的眼眶暈染色 Froom Froom是一个掉粉非常严重 显色度通的灰黑眼线色 Fast Land 显色度高的同时不怎么掉粉的一个浓黑的眼线色 我觉得这一款质地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对于我这个淡言来说 我不太喜欢用很黑的眼线 Hey Dude就是我所说的棕色系的眼线色 而且这一款也是不怎么掉粉 显色度也很高 这一款是我平时会经常用的 另外我在试色这个眼影盘里面的粉色系和紫色系的时候 我发现它们在眼皮上和手背上都会有一些色素残留 不是很好卸 我用过那么多眼影盘 像这种现象其实是比较少有的 给大家做个参考 接下来是小浣熊朋友 送我的小众品牌Nomad家的一款眼影盘 眼部打底色 Harmone里面有一些细微很松散的闪亮颗粒 如果你是想画一个雾面妆的话 那这个颜色就不适合了 Golden Mask 是一个感觉有点廉价的金色 有点让我想到之前给大家拔草过的 LA Color的眼影盘 Desert Sands 非常适合亚洲女生的一个大地色 Coopers的骨铜色 还是比较日常 比较容易上手的 Cafe A Rabbit 一个涂不太匀的红色 红色的确是眼影里面比较难做的色号 Turmeric 这个涂不太匀的姜黄色 把你皮肤里的暗黄的色调都掉出来 Hannah这个色号有一点偏深的棕色 里面也有一点点小小的颗粒 不太适合新手 平时喜欢画深棕色眼妆的老手的话 可能会喜欢这个色号 Spice Market 骨铜色里面加了红色系 星星点点的颗粒 在我脸上会显得俗气 Persion Rose 骨铜色上面加了红色色系 这种搭配我不行 Orsus Rayard和Argan Fruit 都是比较另类的舞台妆的眼影 给大家做个参考 Sweet Orbegin和Red City 都不是我平时会用的色号 The Suits对我来说比较特别 它是粉色上面有一点白紫色闪片的光泽 非常少女 非常含团的一个颜色 如果你是白皮的话 用它会更好看 有点特别 最后是Promary 是一个挺好看的人鱼妆的颜色 是我目前用过最好看的一个人鱼弧绿色的眼影 整体来说这个眼影盘非常的不日常 我能用的颜色不多 能日常用的颜色就更少了 接下来是Pure家的假面舞会 它里面有一个脸盘和一个眼影盘 但是腮红盘的颜色 对我们亚洲人来说都太过夸张了 所以我基本上还是拿它们当眼影用 里头的镜子太小了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Sneak Peek是唯一一个雾面色 我用它做了眼眶 晕染 新手不太友好 因为它比较难晕 Show Time也是一个不怎么容易涂云的一个闪片色 而且这个色号也不是很日常 我用Exposed做了我的内眼角和眉下的打亮 它太过白太过银了 涂在脸上不太自然 我们亚洲人还是更适合米白色 玫瑰金的亮色 来换内眼角和眉下打亮 12am作为眼线色 它是一个灰黑色 我比较喜欢棕色系的眼线色 而且它也有一点点的掉粉 Mask Off古铜金色 虽然也不是我平时会用的色号 但已经是这个眼影盘里面相对还能用的一个色号 Disguise这个紫色里面有一些彩色的闪亮颗粒 像我这种淡眼用就显得很俗气 脸盘里的Reveal也是一个类似的紫红色 它会更红一些 Heading Secret 粉色的光泽眼影 勉强能够接受的一个色号 Enchantment就是属于我平时会用的一个古铜的光泽眼影色 但是类似的颜色 很多眼影盘里面都会有 Twitlight这个米黄色的光泽 也是比较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 但也是一样很多眼影盘里面都有 所以这个盘刷完色之后就没有再碰过 接下来是Joel家的12色眼影盘 这一款应该是比较新的一个系列 是我在药妆店里用过的塑料包装的眼影盘里 塑料质感最好的一款 色号Smoke Show 整个系列里面相对比较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色号搭配 里面送的眼影刷普普通通 Perfect Tan我一开始以为是雾面的眼部清理打底色 但实际上眼它的覆盖力不高 而且有一些很突兀的银白色的闪亮感 更适合做眉下的打亮 Cisle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眼眶运染色 Foxy它的光泽感是我喜欢的 但是它的颜色里面的金黄色调比较强 不太适合黄调200 会把你皮肤里面的黄调都调出来显气色差 Knock off是一个显色度不高 我要反复堆叠才能够达到眼线色效果的灰黑色眼线 我个人会喜欢显色度更高 深棕色系的眼线 Betty是比Cisle更深一号的眼眶愿染色 但是它有点涂不太匀 Blaze是一个在手背看起来 带红 但是上眼不是那么红的一个打亮色 颜色我觉得是OK的 但是它的光泽感有一点点偏干 Fire是一个适合我黄调200的橘红色 但是还是一样 它有一点点涂不太匀 Knock是一个有明显闪亮颗粒的打亮色 上眼有点涂不太匀的感觉 我还是更喜欢类似于Urban Decay的Cowboy的那种大闪颗粒的质地 Match要比Fire更深一号 里面的棕色调比较重 所以有一点点显暗 Ignite大地色系的打亮色 但是这个颜色是偏冷色系的 所以更适合白皮 黄皮用可能会有一点点些肤色暗沉 然后是Harding 是一个带星星点点绿棕色细闪的烟熏眼影色 因为我是属于淡眼 我平时不太化烟熏妆给浓眼的女生做个参考 Fahrenheit也是一个显脏的对我黄调200来说调的有点过深 有微微光泽感的深棕色 所以这个盘整体而言有很多颜色不适合我的肤色 也有很多颜色质感达不到我喜欢的标准 所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接下来是Fersition Formula家的眼影盘 它在前前后后也出过非常多的眼影盘 目前还没有让我特别惊艳的产品 这一款是比较早期出的 包装非常的厚重 里面送的这种海绵刷头 是十几年前比较流行的 Natural Nude 比较大地色 比较自然色系的一个配色 从手背试色就看得出它是一个显色度不高 颜色都互相雷同的眼影盘 我用里面不同颜色的搭配 画过几个妆容 出来的妆效都是一些偏冷色调 会感觉气色灰灰暗暗的 无论是雾面色还是带有珠光的颜色 质地都非常普通 它的珠光色上到眼睛上也是那种 不是很有质感的眼影 不是我喜欢的一个妆感 给大家做个参考 接下来是Way & Wild 还有前两年出的限量版三色眼影盘 第一个色号Amesis紫水晶 我真的不适合紫色系的眼影 和我整个人的气质非常不搭 无论是打亮色还是眼线色 从光泽度和质地上都不是很好 而且上眼涂不太匀 第二个色号Jade 绿色系是会要比紫色系更适合我这个黄调200 但是它也没有很好看 把打亮色覆盖在了绿色上面 它出来就是一个荧光绿的颜色 还比较亮眼 但是这样子的颜色 我手头还有一支Covergirl的眼线笔 虽然在手背色色上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但是上眼皮用Way & Wild的眼影盘 下眼脸用Covergirl的这个眼线笔 画上之后整体眼妆非常统一 所以如果你想画类似这种眼色的话 比起这个眼影盘 眼线笔会更容易上色 更容易涂匀 显色度也会更高 Way & Wild的眼影盘里最深的颜色 去画眼线 非常的不显色 自己搭配了Cookie家的眼线笔 和这整个妆容是比较搭的 如果你对绿色系眼影感兴趣的话 我手头还有几支Nicks家的绿色眼影笔 其中Nicks家的这一支 All Time Olive和Way & Wild眼影盘里的眼线色 是无限接近的 但是要好上色很多 所以这个眼影盘也是我做完试色之后就一直闲置的一个盘 接下来是Flower Beauty家的两支液体眼影 类似于Stella家的液体眼影是有非常大颗粒的闪片 从手背试色就看得出它的质地太水了 很容易在上妆的时候就把你下面打底的一些眼影都推开 买了两支之后就拔草了 其他色号我也没有打算要入 那以上就是这支视频跟大家断舍离的所有眼影盘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断舍离视频的话 请帮我点赞投币转发 给我一些鼓励 如果这个系列受欢迎的话 我之后还会考虑做一些纯步产品的断舍离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产品review的话 请点击关注我 这样的话有新视频上传就能及时收到提醒了 希望大家点点都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见了 拜拜